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上种半年晚半年的生活 现在呢我们超级腼腆的 马上就要进行大规模的春播作业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我们的农季已经准备就位 我们的物资也已经准备就位了 我的500亩地马上就要播种了 播种前先要施肥进行土壤改良 然后300马力的拖拉机离地发底开干 再把磨铺上为我的棉花宝宝准备好舒适的温床 前期一切都很顺利 种地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现在还是大风加大雨 哎呀我的那些膜 你看 那附膜的时候那个总口没有不好 然后全部吹起来 现在损失接近差不多一万多了 这就是地里面一定要随时盯着 我的这块500亩地 是在新疆域里县一个风口位置 所以防风是最最最关键的 等到了4月中下旬每年就会有机场大风 上一年直接干到十几 虽然今年我是第一次种地 但是我有信心今年能够管理好我自己的500亩地 咋种 咋管 咋赚钱 首先报警大退 我现在用的是超级腼腆无人化农场管理模式 走别人的路 能少走很多弯路 上年海里兄弟就在我这片地的基础上 成功完成了两个人管理3000亩的挑战 并总结出一套无人化种植模板 今年我这个零经验的小白 就能Country C,Country V复制他们的经验模式 来管理我的500亩地了 今年他俩还是我的导师 我今年500亩地 然后你们预计多少公斤的产量 400 那咋管呢 开局500亩地 装备全是各种机器人 现在的春波阶段主要是前期的部署 我背后的男人们到齐了 接下来我们就去地里面安装我们的智能猪水妆 然后男呆 现在状态还不错 希望今天干了一天的活 状态还能保持 没事 我们每天两万步 每天我的地里面都是成群的研发小哥哥 在找bug 解决bug 在我的棉田 技术问题就不是问题 等到了棉花的管理阶段 我只要指挥机器人们 帮我干活就好了 压力肯定也是有的 毕竟上一年超级绵腾三千亩地 三长大风就刮走了一半的面积 那今年虽然说有一些新的终止模式 然后来抵御风载 但是有的我们并没有尝试过 所以也希望我今年我的五百亩地 能够熬过四月的这几场大风吧 好 忙了一天咯 也去休息了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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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